在活动开场前 立委赖平渝先在场内请练球 要为待会担任开球的任务做出准备 在这场新任校长陈春色布达典礼 及室内投手练习场落成典礼上 包括立委赖平渝、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还有在地里长都来参加 见证新任卸任校长的交接 而是大家是否把它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 能够以学生为主体 能够以学生的幸福 还有未来的成就为最高的荣誉 这是我一心在学习的 我相信这里将会是一个很棒的学校 把从与中学变成一个运动产业的实验教育学校 私立学校的精神就是严管勤教 在这个原则底下 我相信我们是有空间的 在庄严隆重的交接仪式之后 接着进行的是室内投手练习场的落成典礼 从与高中棒球队这几年来成绩亮眼 学校也让室内的练习场所更完善 当天也特地找立委赖平瑜来开球 平时很少接触的他们先是尝试投球力道十足 和队员们配合得不错 讲到从一高中大家就会想到体育班 讲到体育班就会想到我们的棒球队 那可是其实他们那个室内投手的练习场原来 第一就是说他原来我们现在旁边看到这个场地 其实不管是地平或是网子都有破损的状况 那也趁这个机会全部都重新整修 然后室内投手练习场重新启用 那我觉得这个未来其实对我们 从一高中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助力 因为有好的选手也要有好的硬体设施 那我想这两者相辅相成 未来从一高中一定会越来越好 从一高中今天新的校长陈校长布达 那我们知道陈校长之前在光复高中 也是一个体育重点学校 光复高中是一个篮球 一个非常成绩非常亮眼的一个学校 那我们迎接了一个陈校长来到从一高中 希望可以带领我们的一个重点 棒球的一个栽培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很感谢教练就是帮助我们 然后这打击场就是下雨天的时候 还可以在那边训练打直 然后让自己打直变得更好 然后在练守备的时候也可以在那边练习 然后灯光也够 然后也很安全 棒球队员们都很开心 有新的室内练习场可以使用 民意代表也希望新的校长上任 除了孩子们的学习 也能够继续推动运动教育 让学校棒球队成绩更上一层楼 就从慧林细致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